中印战争的惨败 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打到了印度首都新德里 彻底将膨胀的印度给打回了原形 以至于到了现在印度人都还耿耿于怀 那么现在印度人到底是怎么看待当年的惨败呢 首选 印度并不承认 当年是他们挑起的战争 他们的教科书上写的全是当年中国如何背信技艺 偷袭了他们 其次他们认为当年并没有失败 在最终的决战之前 中国军队先撤退了 不然怒死水手还不好说呢 不承认先挑起战争 这个可以理解 毕竟连日本鬼子侵占中国时 都要费尽心思的找个理由呢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失败呢 要知道当时我们可都快打到他们手都心得理了 吓得他们国家援手都快跑了 这还不算失败 大家都知道 当初打印度只是为了成绩 并不是侵略 所以当志愿军到家门口警告一番后 又撤走了 并没有占领 所以这也给了印度一个吹嘘的借口 后来他们在书中记载 印度军队已在阿萨姆行员摆好战战 准备和解放军决议此战 但没想到解放军竟然被吓跑了 没错 是被吓跑了 这样扭曲事实的事情 也只有印度干得出来 所以一直到现在 很多印度人还是不承认当年的失败 毕竟印度一直号称自己是军事强国 如果让人知道 当年他们被解放军在不到八年的时间就打到了首都 这让他们的脸面猛了哪个 所以这样想来 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愿承认当年的失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教探